那么这个 四种行儒 第一种抱怨心 凡嗅道之人若受苦时 当年我从往昔接种 弃本着目 流浪着有 多起怨阵 危害无限 这四句话 字字句句都是真言 我们自己一定要反省 我们从往昔接种就迷了 在六道轮回里头 生生世世 弃本追目 本是舍自信 忘掉了 漠是现象 思想 在这上 精精计较 注油 注是多 油就是轮回 轮回大分 风为六道 每一道里头 无量无比 我们单说人道 人的差别 力别 无量 我们地球上 我们地球上人 你有限 你知道 还有外太空的人 不知道 别的星球上 有人 出生到 我们看得更清楚 多少种类 哪一类 我们都干过 六道里头 不管哪一道 不管哪一类 我们统统干过 流浪 注油 不管在哪一道 不管在哪一道 里头 多其怨真 尤其 及时 能够平心 尽其对人 没有啊 都是怨恨 都是我对你错了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不就干这个吗 危害 无形 违背良心 违背真意 违背真理 言语害别人 行为害别人 念头不善 不就搞这些 这就跟众生有缘了 成佛 就会度他 佛 不度 无缘之 过去对我好的 要度他 过去对我有冤仇 现在我明白了 我还是要度他 我还是要度他 所以 精髓无犯 现在明白了 深入境障 这才觉悟了 才明白了 明白了 不敢了 该过自己的事 努力坚持 把贤熟过世还原观的四德做好 这是修行的总纲灵总原则 四德第一个 随缘妙用 随缘就是横顺众生 妙用是什么 不齐心不动念 这个妙啊 对人对私对户 把我们过去 齐心动念言语造作 完全改正过来 不齐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处 一片自别 无条件去爱人 去帮助人 就没有用 第二 唯一有责 这是真正菩提心心情 我要做好样子给别人看 齐心动念 马上想一想 我这个念头 如果别人也起这个念头 好不好 不好 这念头不能起 这个话 别人说出了我感觉的如何 感觉的不好 不能说 身体的造作 身体的造作 样样都要给别人做好模样 那么中国好模样 就是基斯坤 佛门里面的好模样 十三叶 十三叶是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写音 不妄语 不握口 握口是挑拨是非 不齐语 齐语是花言巧语骗人 不握口 不握口是说话粗鲁 人家不喜欢听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是人 佛法的标准 要把它做出来 给大家看 第三句 如何置之 待人皆无态度 要如何 与人鸿目相处 中国人家 恭敬 谦卑 有礼 置之 是用真心 不用忘心 最后一句 待众生苦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了教化众生 这个苦 是苦心 释迦牟尼佛才是 所制定的戒律 他全做到了 绝对没有说 这条戒律 他佛没做到 叫别人做 没这个道理 统统做到了 所以叫人 自己没做到 叫人不服 自己不能放下 叫别人放下 人家不相信 一定 要亲属 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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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命令